这两个女孩在同一天出生 但却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一对贫穷的夫妇想要个孩子 收养一个怎么样 让我们帮帮这些可怜的孩子 他们决定了 这对夫妇来到孤儿院 这些宝宝真可爱 他们收养了一个女孩 叫阿曼达 南希没有独自离开孤儿院 她也收养了一个孩子 她也收养了一个孩子 他们坐上豪车就走了 然后一对贫穷夫妇来了 史蒂文拿着后纸板 做了一个婴儿墙宝 宝宝第一次看到她的新房子 看看这个幸福的家庭 你真漂亮 这个胎起让你很特别 该睡一会儿了 她应该睡在哪里 史蒂文知道该怎么坐婴儿床 她什么都会 父母把阿曼达放进婴儿床 用墙宝盖住她 我们的孩子会有很棒的生活 我们为富有宝宝 准备了最好的面料 黄金亮片看起来昂贵又豪华 用花边盖住边缘 拿黄罐装饰 富有父母回家了 切开墙宝后 南希发现了一个胎机 哦 这是什么 我现在打电话给医生 家庭医生立即赶到 她检查了孩子后开始笑着 别担心 这只是胎机 父母松了一口气 我就知道她很健康 这个墙宝太朴素了 你好 乔瓦尼 你的时装店能为我的宝宝 设计墙宝吗 什么 你只做晚礼服 我不想被拒绝 多少钱都可以 不久快递员就在门口了 爱丽莎得到了一个独家墙宝 我的宝宝值得最好的 从化妆棉上剪一个柔软的雕像 我还没看出来是什么 没错 兔子 做兔子形状 画蓝眼睛和有趣的脸 用蓬松小绒球做尾巴 她会一直挤住她最喜欢的玩具 阿曼达可以和自己玩 托比带了一块骨头给她 她以为这是玩具 之后她用脚盘和鹅卵石 做了一只兔子 你有很棒的想象力 长大后会成为艺术家的 嘿 该给你买个真正的玩具了 我们有足够的钱 耶 现在宝宝有一只 叫毛毛的兔子了 在外面一整天后 玩具很快就弄脏了 没关系 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阿曼达和毛毛连睡觉都不分开 艾丽莎宝宝长大了一点 现在她喜欢玩钱和珠宝 宝贝 我们很富有 但你需要一个真正的玩具 你好 珠宝屋 我们需要一个独家定制的钻石眼镜小熊 艾丽莎很喜欢她昂贵的新朋友 她可以玩一整天 我用这笔钱买个新口红 阿曼达长成了可爱的少年 你还记得我的胎记吗 她的衣服很丑 这个瑜伽裤全是冻并且很脏 做一件像灰色外衣的上衣 这个也是旧的 一件长牛仔夹克可以保暖 阿曼达有美丽的金发 她扎着两个马尾边 垃圾堆里有很多有用的东西 我甚至找到了运动鞋 它们都坏了 但至少不用光脚了 阿曼达不在乎物质的东西 她的爱好是 坐在最喜欢的长凳上写歌 鸟儿用它们的歌声鼓励她 即使是噪音也不能阻止 这个年轻的词曲创作人创作 爱丽莎希望一切都完美 让我们的顶级造型师 给她的金发做一个完美发型 用昂贵的花边 做一条带魔术贴的裙子 我们需要更多黄金 当勾在偷拍时 这件袋不对称袖子和特殊装饰的 闪光上衣会闪闪发光 腰和脖子上有闪光钻石 腿上还有金靴 配件越多越好 爱丽莎总登上杂志 名声给她带来了很多颁奖典礼和派对 爱丽莎正在为摄影师摆姿势 并接受采访 革命们很喜欢她 但保安不让她们接触明星 为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保安立即把爱丽莎带走 把她带到最好的酒店 在那里她可以安静地休息一下 将一个铝罐的顶部切下来做门 罐子的盖子将作为顶部 脚盘制成的稳定腿将支撑 吸管是烟囱 附加手柄并将其涂上黑色 腾在炉子已经派上用场了 阿曼达收集柴火开始做晚饭 不过食物的味道会比这更好 这是露丝 她变老了但还是很漂亮 很快就好了妈妈 哦我已经饿了 汤好了 给你妈妈 谢谢亲爱的很好吃 把馅料放进空盒子里 用断面之物盖住它 墙壁闪闪发光 用吸管做脚支撑 金纸板会有一个盖子 安装顶部 我们只需要用薄纱盖住树冠 填加蕾丝丝袋 像这样寄一根金线 到处都是要开花的花蕾 中间有一个吊坠 贵宾的华丽马车准备好了 爱丽莎在公寓里很无聊 拉丽露的新视频呢 哦刚刚更新了 不要先看 我什么都是第一 呵呵 爱丽莎小姐该为你的派对做准备了 哦又是派对 我正忙着放松呢 但小姐 法国大使亲自邀请了所有的贵宾 哦我不想去 除非你像以前那样带我过去 拿这么高的工资为她做什么都可以 保安把皇家马车带来了 这就是我说的 爱丽莎爬进去了 现在她可以去皇家散步了 这将是个漫长的旅程 保安累了 其中一个被绊倒 嘿好好走路 你们的明星差点摔下去 对不起 保证不会再发生了 啊算了 还是走路吧 这条旧毛巾破旧不堪了 全是线头 但是如果添加补丁 可以变成一个很酷的毯子 用遮蔽胶带做的枕头套里 装满了羊毛 有几个洞 但还是很柔软 阿曼达回到家 天已经黑了 露丝在睡觉 我也该睡了 她补好了妈妈的毯子 现在我需要加个床垫 打个盹真好 但天气很冷 所以她蜷缩着取暖 露丝醒来用毯子盖住她的女儿 醒来后 阿曼达决定给妈妈找一条温暖的毯子 这里有一条 太棒了 这是什么 一个搭配的枕头 这是我的幸运日 阿曼达跑回家了 现在全家人都暖和了 将球拍涂成金色 用施华洛士奇水晶和蓝衣石装饰 添加闪光 锻炼是一项巨大的投资 将木质直接安装到粘土块中 上色并传过网 华丽的贵宾球场准备好了 爱丽莎的爱好是打网球 球场是空的 因为她的对手生病了 但保安准备好取代了 保安知道如何用球拍 她已经打过很多次了 发球 打 发球 接到了 棒球是很难的运动 爱丽莎很快就累了 连钱都帮不上忙 但她可以用来擦汗 啊 太热了 把现金当毛巾就行了 我买得起 压刷坏了吗 不用担心 这个塑料盒会拍上用场 清空它 修剪手柄 粘在斑着芹上 并涂白色并起算器 将两侧涂成黄色 水晶银珠将调整音符 电线碎片在两侧支撑框架 拉过弦 这个斑着芹会让人群疯狂 沿着轮廓切一个杯子 塑造边缘 看起来很酷 用丝带装饰 用刷子突出它 并用刷子添加一些补丁 它开始赚钱了 阿曼达靠演奏音乐谋生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街道上演奏 阿曼达西要做好准备 这是她的第一个听众 人们喜欢她的新歌 全是硬币 但最重要的是引起观众的兴趣 爱丽莎注意到了这位歌手 哇 她真棒 这么多钱 这个慷慨的小姐是谁 谢谢你小姐 哇 我好像在照镜子 你也有一样的胎机 这不是巧合 我们肯定是姐妹 很难相信 从小就分开的双胞胎 在拉力镇繁忙的街道上相遇了